宇宙知识和真相觉醒之路信息 关于我们要怎样在负能量的环境中提升自己的正能量 作者何玉玉宇宙知识传达我们要怎样在负能量的环境中提升自己的正能量 一直以来都在告诉家人们修行就是修心 修大爱心增加正能量 事实上在现今的地球整个负能量的世界中到处都是负能量的场 要大家从散发负面的讯息直接做180度的修正 改为散发正面讯息 散发正能量的确是一件不容易的事 甚至我相信许多人根本还不知道怎样会散发负能量 怎样才能散发正能量 因为当你在散发正能量或负能量时 自己本身是感觉不到的 今天就简单的告诉大家如何去增加自己的正能量 由于生活上各种的样态太多无法一一立举 请大家发挥想象力 触类旁通 举一反三 由于我们地球上的世人长期处于负能量的场 因此一些想法观念与做法 很自然就不知不觉的在散发负能量 其实在之前已经说明过妖魔鬼怪的特性 就是具有贪嗔 吃慢 以五毒 自私自利 有控制 有奴役他人的想法 冷漠孤僻 残暴等等 只要将这些特性往外延伸扩散 所牵扯到的行为举止 都是属于散发负能量 比如我们一直强调宇宙规律 就是自由意识 自由选择 所以我们不能去干涉或妨碍他人的自由意识 或者违反其自由选择的道路与结果 即使你是好心或处于善意 这在做法上都属于散发负能量的范畴 也就是 有正确意识的做法将散发正能量 相反的会不知不觉的散发负能量 例如 有善根 善念 有大爱心想帮助人觉醒 传播宇宙知识与真相 如果遇到不相信的人 我们要强加他们接受 这不但会引来他人的不悦 也造成我们违反自由意识 有控制欲 这就使得彼此双方都散发负能量 如果遇到相信的人 在他们可以接受的范围内 我们给予适当的帮助或指导 这样彼此都皆大欢喜 彼此都一起散发正能量 同样的都是出于善意 都是去帮助人 由于自己的心念与做法的差异 其结果就产生了完全不同的效应 发生这种情形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 比比皆是 例如大家都打着出于好意 善意 都喜欢强行 将自己的意识形态 加注于别人身上 都希望他人能够依照自己的意思去做 这样无形中 就散发出负能量 结果不但其本身在散发负能量 也使得对方产生不悦也一同散发负能量 尤其是家长 对已成年子女各方面的干涉则特别严重 为成年子女除了正常管教外 其他的牵扯到自由意志的部分 也是一样 都是打着为孩子们好的幌子 其实都是在满足自己的控制欲或虚荣心 而不断地在散发负能量 当然身为父母亲的人却完全不知 家人们必须了解 不管是好的历练 还是坏的历练都是历练 都是他们此生必须学习的灵性功课 身为家长的 如果去干涉 只会延迟他们的灵性成长 事实上 对灵性提升没有任何好处 只是满足三维的假象而已 至于如何能增加自己的能量频率 最简单的方式 就是平常无论处理人 事物任何问题都先站在对方或他人的立场着想 去除自私自利的想法 至于别人怎样看待你 那是他的问题 不干你的事 只要是对的就拿出勇气去做不论的事 真正勇敢地去做你自己 有机会要发挥自己的爱心 尽力而为 并且不求任何回报默默地去做 只要有善心 善念 充分 发挥爱心 进而破冲为大爱心 帮助更多的人 这样您的正能量就会快速持续增加 如果要想让我们与生俱来的爱的讯息与正能量 在宇宙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我们就要从一言一行与每一个心念做起 要让自己的每一个言行 每一个心念都充满着爱 因为我们身上所拥有正负能量比例的多寡 完全是由我们看待事物的角度和心态来决定 也就是说我们所关心的焦点是什么 自然就给自己所关心的事物提供能量 当我们能够掌控好自己所关心的焦点时 自然就可以把握生命的主动权 随时帮助自己散发正能量 能量法则就是 我们关心的是什么 我们就会是什么 那就会获得越多 如果我们向自己或向他人散发负能量 那负量首先也会回馈给自己 我们生命中的负能量 就会不断地积累 如果我们能真诚地向自己或向他人散发爱 感恩 祝福与欣赏等正能量 那么首先被正能量滋养的也会是自己 我们的人生就会越来越好 幸福和快乐将永远与我们相随 在平日生活中 我们的言行举止 时常会散发出正能量 例如当我们在祝福别人的时候 要真心的 实际上也等于是在祝福自己 当我们在诅咒别人的时候 也等于是在诅咒自己 所以我们爱别人 也就等于是爱自己 所谓的作用与反作用力 只有我们才是最忠于自我感受的那个人 并且如果能经常和正能量的人在一起 感受他的光可爱 自然而然你也会被不断地带往高处 当别人的正能量不断地散发而出 你什么都不必做 只要静静地接收与感恩即可 当哪一天自己也开始散发正能量时 自然就互相辉映相得一张 爱心与感恩都能创造正能量 大爱心更是正能量的源泉 一切正能量皆源于大爱心 而感恩是正能量的助力 能让正能量茁壮成长 不断散发光芒 其实我们人与人相处心灵的磁场 能量场也一样会相互干扰着我们 这就是所谓的结界 例如就像人与人之间在一起闲聊 如果你说的话我很在意 或我说的话你也很反感 那彼此之间的气氛就会非常不好 火药味十足 这个时候彼此都是在散发负能量 相反的如果倒过来 避开这些负面的情形出现 自然就呆在喜悦与祥和的结界里 那么双方散发出来的就是正能量 其次 当面对负能量时 如何转化负能量 能量法则中的另一项很重要特性 就是我们越是排斥的东西 越是害怕的东西 我们就会越试图去消除它 往往却会试得其反 而越会持续的存在下去 因为当我们排斥什么 害怕什么 恐惧什么时 我们都会给到自己担心 而增加担心就意味着增加负能量 担心害怕就像洪水一般 只能靠智慧去疏通 但不能退缩 就像是打太极拳那样 将负能量巧妙地转化掉 消解于无形之中 至于怎么转 那就要考验每个人的智慧了 这种情形平常生活中 随处可见 建议多做练习自然本身会有套应对方式 如果我们始终都无法扭转这个不好的境 那只有远离对方 别无他法 请参考2020年12月8日 P.O.1 面对不好的进食 如何守住自己的能量场 所以家人们 现在知道了 自己的言行举止 都会影响到整个能量场 不管一言一行 还是一平一笑 都更需留意自己所产生的能量 才不至于散发负能量成为妖魔的帮凶 只有大家都散发正能量时 整个社会 才会更和谐 更快乐 谢谢阅读 感恩您 谢谢收听 感恩祝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